我看到了刚才 不论是大海新市镇 甚至于信义路上面的自驾巴士 大概都是以电能作为基础 那讲到电动车 讲到这个自动驾驶 大家可能马上就想到了Tesla 对不对 那Tesla近期他们做一些安全 撞击的测试 没有想到 竟然把假人给撞飞了 艾达 这个安全测试不是Tesla自己做的 那其实在之前这个所谓的 美国汽车协会简称AAA这样一个单位 就针对上市的新车来去做什么 做AEB的测试 其实我们在节目中常介绍AEB AEB就是会侦测前方的汽车 摩托车 行人 如果有意外事故危险的考量的时候 他会主动的来去做什么 煞车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那以前我会觉得说我们刚刚开始接触到AEB的时候 我会觉得AEB的这个动作反应好像很慢 好像我自己刹车都比AEB来得快 但是我最近其实真的碰到实际上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开车真的是分心 因为旁边有一台车好漂亮 我就转头看了一下 然后呢我的车突然嗶嗶叫 因为我在中间这条线上 三线到只有我中线是停下来的状况 所以我看旁边的车子旁边的车子还在开 我下意识觉得我的车子会正常走没有问题 但是车子突然发出了一个怪声 我就知道原来他是提醒我前方碰撞 但是AEB还没有介入因为还有安全的距离 所以我自己赶快刹车 就化解了一桩意外事故的发生 那当然这个AEA这个协会他去测试了说 在时速32公里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车辆AEB都是具备有功能性的 但是如果时速超过48公里呢 这些AEB呢大概都有刹车 刹不住 大概都把假人撞断 撞成两半 其实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这个外国的这个单位呢 去做这个TESLA Model 3的这个AEB的测试 的影片你就会发觉 这几个假人都被撞得非常惨 尤其是他模拟在这个成人跟孩童 快速冲出路面的状况之下 这个TESLA Model 3是完全毫无招架之力 直接把假人撞成了两截 那很好笑的一个点 我们最近台湾不是在推这个 这个斑马线上面是完全要停车 离让行人的一个部分吗 那Model 3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如果在转弯的状况之下 启动自动驾驶 然后在转弯的状况之下 又发现了转弯的路口或是人行道上面 有行人冲出 基本上啊 他没有办法辨识这样子的一个在弯道上面的行人 而都会把行人给撞成两截啊 对不起不是把行人撞成两截 是把测试的假人给撞成两截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AEB就很重要了 而AEB再结合了自动驾驶 到底能不能够完整的保障这个生命 其实我发觉蛮多特斯拉的驾驶 过度的依赖被神化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 所以呢常常分心导致意外事故发生 怪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淡水新市镇 做那个自动自动自动驾驶这个小公车 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拍摄那个时候 就有发现有一些顽皮的家伙们 骑着摩托车 就跑到那个自动公车前面 这边撇一下他也爽 结果那个自动公车因为AEB 侦测到了这个摩托车之后 AEB启动就直接大车停下来 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啊 其实我真的是奉劝这些顽皮的家伙们 千万不要这么做 因为像特斯拉这个号称这么厉害的 这个自动车系统 都还发生把假人撞成两截的状况之下 如果你要玩啊 对不起千万不要去找特斯拉 但是如果你去找特斯拉 去做这样子一个撇的动作 很可能你自己连连人带车都要变成两截了 不过其实现在啊 即使这种自动驾驶啊 在先进在科技在进步啊 我觉得人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安全驾驶观念 还是在你的脑袋里面啦 但我们讲到电动车 其实各家车厂也纷纷的推出 这种电动车 不让那个特斯拉专美于前啦 之前我们知道呢 福斯即将要推出的这个ID3 已经确认说 可能在台湾大家无缘跟他见面了 可是近期上任的执行长竟然说 他们接下来可能要推出 市价大概是比台币还要低于70万的 更入门的这个电动车 真的是这样吗 这台电动车不叫ID3那它叫做 因为ID3已经在国外上市了嘛 虽然没有来到台湾 还有一个更低阶的 对 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ID1 其实ID系列啊 包含冠宇刚刚讲的 为什么台湾但是暂时可能还没有 会无缘啊 因为呢 其实福斯现在所有的车系 包含像对应到ID3的Golf 对应到ID1的Up 其实都有所谓的E的车款 就已经有电动车了啦 那ID的家族呢 它就是主要用全新的平台 全新的一些电器系统的结构 等于说在价格带 以及市场的定位上 他们其实很接近 但是因为用新的东西 所以价格会稍微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或许台湾接下来可能期待 电动版的Golf啦 电动版的一些小车 会是比较实际一些些的 那我们讲回来这台车呢 因为ID3在欧洲当地推出的时候 其实因为价格造成一些轰动 包含特斯拉的Elon Musk 也跑去帮福斯抬轿 帮另外一个电动车的品牌说 你们这个车做的真的很不错啊 价格怎样 蛮经济实惠的 但是ID3呢 其实它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 Golf 稍微这大一点点的那个词嘛 那对于特别是欧洲 亚洲市场来说 其实大家更经济实惠的代步需求 应该是再小它一点 所以这次的ID1呢 推出大概价格是低于2万欧元的 也就是大概68.2万的新台币左右 你就可以拥有一台 应该可以算是目前最便宜的电动车 这样换算过来的话 但是因为它车个比较小 其实车长应该会不到4米左右 非常非常微型的一台小仙辈 那它的不管是电池的模组啦 容量啊 都比ID3小了许多 它的电池的容量大概是24千瓦小时到36 这两个规格 所以它续航里程只有300公里以内 300公里 不是跟之前的那个B&W i3 你可以这样讲啦 就比较早期一点点的电动车 对虽然它是新世代的设计 但是因为它的车身比较紧凑一点点 而且这个比较便宜啊 对也比较便宜 那因为ID3其实在全球要布局 它算一款全球的车款了 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那ID1呢目前只是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构想 包含概念车 Prototype 然后到实际量产车 大概还要到2025年左右 但是我觉得这款车的推出的意义 为什么福斯这么早要放出这个消息 就让大家知道 他们把电动车是要往低价的方向去打 对 做出真的人人可以买得起的电动车 可能它小一点 你要大一点有ID3 那甚至ID1这个平台因为它是MVB 也算跟ID3同一个平台 它会做非常多的衍生 包含是家常的 就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我们知道国外FIT有Wagon FIT HONDA的FIT 它做成一个旅行车的形式 甚至MPV的相似的 都会在这台车上面做演变 但当然如果以它的基本规格 定位的设定没有落差太大的话 一样当然也会打亲民的比较低价的路线 那对于市场的电动车拓展 就会非常非常有效 那对我们消费者来说 真的是一大好消息 当然我们刚才除了看到平价的电动车之外 在高性能的油电混合动力的超跑怪兽 也出现了 也有新车亮相了 没想到这个电动的超跑怪兽 竟然是出自于Toyota之手 是的 没错 冠宜 在2020年利曼24小时耐久赛开战的前夕 Toyota丢出了一个叫做 GR Super Sport的这个车辆 而且它是敞篷的 算是敞篷式的设计 当然它全车做了一个迷彩的包覆 并不是说这台车上市 只是告诉你我现在有这台车 那当然它预计在2021年的时候可以上市 那其实这台车是源自在2018年 Toyota发布的一个这个Gazoo Racing Super Sport Concept这个概念车的一个 这个样式来去做推出 不过概念车是用的是封闭式的一个车舱 跟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次它的这个 GR Super Sport是敞篷的设计不太一样 当然估计它不会是 整个是一个软顶敞篷式的设计 它应该是属于这个Taga硬顶 上面可以装个盖子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不过很特别的就是冠宜刚提到 它是属于油电的超跑 是的 它确实是属于这个Toyota 有史以来第一款的油电超跑 但是如果你回想一下 这个好多年前前啊 这个NSS也推出了这个油电的超跑 对不对 巴拉利的这个FXXK 它也是属于油电的超跑 麦拉伦的P1这样的神兽 也是属于油电的超跑 那当然不是说Toyota在这一个部分 稍微慢一点点 或者是说怎么样其实每一家车厂 推出油电超跑它的意义 其实有些时候是不太一样 我们看到这个法拉利啊 他们这种麦拉伦推出油电超跑 他们是希望这个电动马达能够可以啊 把它的性能再度往上的这个提升 那当然呢 油电一直以来以节能 以环保来说的话 是Toyota做的是最棒的 对不对 风景比较厉害 是没错 但是Toyota就会说啊 嗯你不要以为你们会做超跑 我也会 我做给你看 所以这台车啊 搭载的是一区2400cc V6 Twin Turbo 也就是双涡轮增压引擎 同时再配上了电动马达 冠宜啊 这台车高达1000匹超过的最大马力啊 而且推估它零百的加速 大概就是两秒左右了 不过前一阵子这个 Tesla的这个Model S说要2021 要推出一款这个 1000匹的电动车啊 然后呢是轿车形式的 零百加速在两秒内的 哇那是不得了 所以在这个以目前来说的话 Toyota它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车辆 预计会在2021年的上市 超过1000匹的最大动力 源自于啊当年TS050 利曼赛车的一个基础架构 然后打造而成